我大學的時候我姐姐有一間音樂教室 然後我幫她刷油漆 刷完之後她給我一支900塊的那種柴琴 當作是我的報酬吧 所以我就把它帶到我當時唸書的地方 我就自己邊彈 然後就彈出興趣 HELLO 大家好我是Alvis 全文輝 然後我主要是在教烏克利利的彈唱到演奏 還有出街到進街都OK 我教學方式可能偏向英才師教 就是因為每個學生他想要學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會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去教到他們想要學的內容 我第一堂課我通常就是會先教一個很簡單的耳歌 然後我教完之後 因為他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酒精學會怎麼彈唱 簡單的彈唱 所以我之後 我就會在課堂的最後面幾分鐘 我示範一下烏克利利還可以怎麼樣子去彈 就彈一些比較困難的節奏型 就是說如果你以後想學彈唱 你可以學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不是很喜歡唱歌 你比較害羞的話 那彈演奏 你就可以彈這種比較簡單的演奏 然後彈到比較複雜 比較技巧多的一些演奏曲 所以我的第一堂課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的方法就是斷落式的練習 例如我們學了一首歌之後 不要都是從頭彈到尾 我們就是要每一個小節 甚至兩個小節 你先把它單獨單獨的節奏跟運質 然後跟一些可能技巧 節奏彈好之後 你再一個小節一個小節去串它 最後面再是一行一行的串 最後才是一段一段的串 串成整首歌曲 天分不是最重要 但有的話當然是好 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 你有沒有照著老師教你的方式去練習 因為練習還是最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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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很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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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